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心厨房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是越南传统的食物 叫做塞扑 塞扑是用白色的粟米做的 我们煮椰汁、椰子水 我们常常用椰丝、花生、芝麻 这样煮上去吃 挺好吃的 记得以前小时回来的时候 一早起床就吃了那碟菜包 就饱了整天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材料 首先我们来看看材料 白色的粟米是170g 记得我们浸一晚天干 洗干净它 隔着水 不然它有一阵味就很难吃 这里看到170g 好像很少 但是我已经浸了出来 浸了出来 一晚浸天干 这样就发大了很多 但是我们煮完的时候 还发大几倍 还有椰奶 椰奶就是200g 就是这种椰奶 就是椰奶 我倒进去的 是200g 椰子水 就是这种 椰子水 就是500ml 这种材料 我们用来煮白色的粟米 另外这边 我们另外一份材料 我们有2斤花生 有2斤的芝麻 1斤的糖 1斤的盐 1斤的盐 和200g的椰丝 待会我们将这4种椰子混合在一起 接着就放这些椰丝在菜箱上 然后就淋上去 味道是很棒的 大家不妨试一下 我给这个盆 比这个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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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大 因为它发酱上来 我们的盆子就写光了 我们首先 放椰子水 然后再放白色的粟米 我们就煮滚 然后我们就慢火 就煮 煮到差不多干水的时候 我们就放椰汁 记得要时时进来看着路 没有让它干 也没有让它黏底 OK 那稍后回来见 我们煮到它快要吸水 快要吸水 快要吸水 看到它大粒了很多 现在我们就放椰奶 我们开头的时候 有些朋友问 大家又是水 为什么一开始煮的时候 又不放椰奶一起进去 其实椰奶我们不可以这么早给 我们这么早给下去 煮的时间多了 椰奶就会变质 对不对 现在好了 我们又继续慢慢火 再煮一煮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些材料 全部拌匀 首先我们发生 做鸡 Mit 땀 投酱 倒姜 全部拌均匀 記得一邊煮一邊攪拌 不要讓它黏底 這塊就快要軟了 已經軟了 軟了就能吃 很快就完成了這個塞包 希望大家喜歡的食譜 多支持我的節目 分享給朋友 或者記得按訂閱 拜拜